我们来聊聊这个胡锡进和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王岳梅之间的关系 今天胡锡进发了个微博说 老胡今晚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伯凯斯和王岳梅参讯 互相了解对方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还发了照片啊 我先把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王岳梅第二章第三章 好 然后呢 后面啊 他写了很多洛里巴索的事情啊 这胡锡进 表面上胡锡进从环石退了十一刹 那就是党的人 就跟那个退伍军人 就跟那个叫啥 就李什么 那个外交老部长 哎 八十多岁了 哎 帮助中共搞澳中关系 你一天是党的人 你终身就是党的人 所以胡锡进 他不是环石的这个这个社长是啊 照样还在帮中共干活 就这意思 你看不叫接到任务啊 这个跟王岳梅 这个王岳梅是谁 具体他的这啰里巴索的事 咱就不去给他宣传 不去给他念了 这个王岳梅是2020年第一个在纽约时报 攻击 严博士 他给我whatsapp 假认要采访我 通过我要采访严博士 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是第一个搅浑水 说啊 这个病毒就是来自自然的 这个点名刀信我啊 那就是造谣 奇迪我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 像这样的记者 总算 你看 胡锡进 哎呀 这个餐叙啊 我说这就是中 我们之前就已经 这篇文章就已经暴露了 这个因为王岳梅来采访我 我都没搭理他 知道吧 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带任务的 他就是中共在海外的隐蔽战线的人 他所有的采访 我没有回应 他如果回应了 他待会就是断章其遇 百分之百啊 闫博士也没接受他采访 咱们要的是啥 美国国会现在的结果 就这样的 你看啊 跟胡锡进叙旧 要什么 他们讨论啥 讨论美中关系 要良性发展 然后现在这个破坏美中关系的动作太多太密 你看这胡锡进 当然不是为了搞定王岳梅了 他为了搞定是伯凯斯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这个人老万 就是那肯定是王岳梅戳合的 哎呀 跟老胡吃个饭 然后呢 胡锡进这个微博里头 哎就狂垮伯凯斯 值得一提示 伯凯斯来自一个美国特殊的美国家庭 怎么怎么怎么 他对中国啊 有很深的情谊啊 什么他的曾祖母 1887年 说白就是王岳梅戳合了这一顿饭 这就是啥 大家看明白没有 就是里面的内线 约了一顿饭 让胡锡进出面 去搞定凯博斯 哎 这就是纽约时报 目的是啥 让纽约时报 现在多说说中国的好话 就是说白了 认知战争 打舆论战争 里面发展一个内线 王岳梅的就是以前的一个坚硬点 然后呢 现在要再把这个凯博斯搞定 胡锡进出面 希望在媒体上 纽约时报出手 私底下都不知道有多少 肯定的 中共那些套路 你以为就只吃个饭 在中国待过的 谁不知道 你看 其实别人凯博斯 非常警惕的 警觉的 这个胡锡进 为啥要把他po出来 为啥要po出来 第一 向党炫耀 第二呢 这就是局中局 在这里面 这里面局中局 就是你要知道任何 现在在美国 你任何人跟中共的这些人 你只要沾了 绝对回国一定会被FBI调查 百分之百 这就是你不要沾中共的 就跟那个梁冠军 谁如果跟梁冠军合过瘾 你在美国 我告诉你 绝对会被调查 就会被盯着 我们今天要说 你看这王月梅 那时候写了一篇 他懂啥叫病毒啊 他给我发信息说 为什么只有福克斯一家媒体 说这个 现在是一家吗 全世界都在说 现在美国公众与卫生学院 都已经说 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中国实验室 王月梅 你这篇文章 你咋就没点 脸上就无耻到这个地步 也不后面补一句话 澄清一下 这个攻击严博士和路德社 也不发个道歉 你看这中共对付咱们 都是启用最高等级的 这胡锡进 在这个中共打任之战上 说白了 也是老资格 你看胡锡进跟王月梅 这个街头都给他放出来 王月梅来攻击咱们 这逻辑大家看明白没有 他这篇整片里头 一就是严博士 第二就是路德社 然后中共接到了一个命令 咱们跟郭文贵 班农 什么极右翼 这本身就这病毒 是一个科学问题 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他非得要什么极右翼 搞到一起 这就是他们的打法 就跟那个093 何前领的是一样 他出动的是最高级别的 国防部 澎湃新闻 但是任何事情 纽约时报这么牛 你看他找了三个人一起上 找了一个什么老外 老外懂啥呀 说白了 叫Vivian Vivian王 他就叫Vivian王 攻击 但任何事实 不是这些 说白了 安插在美国的这个 舆论里头的一些 小的隐蔽战线 就能改变得了的 胡锡进 现在又接到新的任务 给王月梅了 啥任务 就是讲好中国的问题 说好中国话 王月梅他自己 他的介绍 他就创写有关 中国的全球崛起 和雄心 如何塑造 其人民日常生活的文章 你看他还因为报道 冠状病毒大流行 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我天哪 所以你看这 所以啊 这就是这个歪曲事实 他们倒是挺牛逼的 对吧 还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2021年 他的这篇文章 从头到尾都是歪曲事实 都是在里替中共站台 时间 未来一定会验证 他的这些所有的 为替中共服务的举动 一定会被揭露 他跟胡锡进这顿饭 就跟当年那个 那个叫啥 这个Eco Health 跟石正丽 说一起唱卡拉OK 一起喝茅台 这些人就是 有的时候啊 这帮人就是狂 狂到这一点 怕啥 只管发出去 实际上这些都是铁针 他们肯定觉得 哎呀 怕啥 只管发出去 发出去有啥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 告诉你 你看狂妄出的这种招 验证了 这些 当然可以说 吃顿饭算啥 对 是可以 当然是不算啥 但是这里面 结合你之前的所有的性 替中共说来自自然的 这个举动 替中共站台 这顿饭 它就不是一顿简单的饭 接下来 新的任务就是替中共说好话 所以我们说啊 之前就跟中共的隐蔽战线 在美国的这些媒体里头 王爷梅是吧 说是什么 芝加哥长大 然后嘞 读了啥专业 毕业于耶鲁大学 然后到了纽约时报 然后嘞 驻华特派员 接着 这就是刷白了 这是所有的中共的党的 一贯的套路 平时可以做一些 小骂大帮忙的事 哎呀 说一些 传一些谣言 这些啊 中共 就是中共的任务嘛 关键时刻 就要替党的利益 来发声 发声的话 他也不会直接 你看 还假惺惺的 胡欣欣说 两位纽约时报记者 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但是我们约定了 互补引用对方的观点 如果要引用 去提前将引用的内容 智慧对方 假惺惺的意思是 是独立的 独立啥呀 中共五毛 以大量引用纽约时报的 王月梅 写的这篇东西 这里面全都是造假的 造谣的 全都是指控性的 三年时间 哪一句话验证了 他写的东西 他哪个东西 他站住脚了 我们来引用一下 他怎么说的 大量证据表明 该病毒几乎肯定 起源于动物 恳恳的是蝙蝠 然后进化 传染给人类 你看他说 大量证据表明 这就是 你看这就是中共 说白了 美国后来的疫情 我告诉大家 大量的爆发 死这么多人 就跟王月梅 他这篇文章分不开 我告诉大家 为啥 因为他是纽约时报 他是一个华人 他所谓的驻华记者 所以呢 有一定的 所有的 他说 颜博是这个 说来自实验室 那都是假的 根本就不是来实验 他是一个中国人 你看 王月梅 我是中国人 我说了他不是 所以后面 然后再加上 中共的水军 引用他的东西 五毛引用他的这篇 然后脱颜 彻底脱颜了病毒 溯源 以及导致多少人 多少 他在几月份 2021年10月份 这就是他们干的事 有多少冤魂野鬼 我告诉大家 冤魂 白死的 都因为这篇文章 我告诉大家 绝对的 这就是中共 我告诉大家 因为是纽石啊 有多少五毛 用纽石 你看纽约时报 都那个了 纽约时报咋了 纽约时报就是真理 现在你看又开始 有多少 2020年发布 2020年11月20号发布的 看到没有 他是2021年11月20号 他2020年10月份 他就跟我联系 想那个 套我的话 假惺惺惺的 我一看 我早就得到情报 这就是中共 绝对的隐蔽战线 你跟他只要有任何联系 你看 我跟他联系过了 他们就是胡扯的 知道吧 现在跟胡锡进合影了 不得不 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跟那个梁冠军一样 梁冠军跟习近平的合影 他回到美国 你觉得 一点事都没有 跟胡锡进合影 你觉得到美国会没事 我跟你说 没这么简单很多事 知道吗 他的这所有的背后 没有人指使 鬼都不信 我告诉你 他这所有的东西 没有人指使说 你从哪几个点攻击 这个攻击 那个点 说白了 一看 因为他写的东西 就是五毛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之前 五毛水军 已经大量的 写了很多东西 来攻击病毒真相 关键是现在验证了 关键是 这就真的就是 来自中共的实验室 关键这所有的 说来自自然的 全部被美国国会 已经质疑的 彻底翻盘了 已经 已经彻底站不住脚了 五毒所 都已经被美国都制裁了 写的很清楚 五毒所 违反NIH的辞职的规定 是吧 写的很清楚 做超出一个log 就是10倍 病毒活性的危险实验 超出10倍 就是功能增强 我告诉他 就是功能增强 后面还有很多 所以美国的主流媒体 被中共渗透 这我们早就说过 胡锡进现在 手痒了 总算给他暴露出来 手痒 你想想 这里头 接下来 你看接到更重要的人物 他收到了台湾 说大陆最希望实现 和平同意 最重要的是 美台不要把台湾 局势朝战争的方向 逼 关于台湾的事 我们聊了很多 我表达的看法是 美台不要逼 大陆使用武力 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 一旦走到战争那一步 我相信解放军 能够一举拿下台湾道 而且我不相信 美军皆是 敢于军事 当然军事行动之外 将出现极其复杂的局面 皆是整个国际关系 都要面临严峻考验 大陆希望最终实现 和平同意 最重要的是 美台不要把台湾 台局势朝战争的方向 他这一次 我告诉你 病毒的事是过去的 我们通过病毒 可以看出王远美 他就是中共的隐蔽战线 今天胡锡进发这个 就是意思啥 找他们吃饭 就是习给胡锡进 下了重要任务 台湾要和平统一了 这两天 我们已经连续做了三个节目 说白了 都已经到了 保啥 保航度这个阶段了 下一步就啥 保登道 到和平统一的时候 他要的是啥 就是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 写东西的时候 写的那个点 这叫和平统一 说白了 背后有没有钱 百分之百有 有利益 百分之百 我告诉大家 不仅仅是各方面 还有啥 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 你只要在北京待 我就告诉你 你任何一个在北京待 中共拿不下你 绝对不可能 我告诉你 人都有弱点 何况 这他在纽约时报里的 还有直直接接的 安排任务渗透进去 一个电话 胡总啊 胡总编啊 这个谁谁谁 这位老外 因为老外 这肯定是他的头嘛 相当于 今天是吧 家里有点啥事 你看看啊 最近你们去 然后爬一下 在路上碰见一个啥 谁谁谁 美女或者是啥 然后哎 好 以为是邂逅 实际上是安排 以为是自己 哇 散发第二春 男人的魅力 实际上 什么都是党安排 以为是 结了真朋友 实际上 这都是党安排 这套路太简单了 记不记得 以前有个法国 那个叫啥 大使 北京的 那个唱金剧的 那是个男的 那个法国大使 就喜欢看金剧 他经常演花旦 还跟他结婚了 结婚了很多年 都不知道 这是个男的 这中共 啥都干得出来 你觉得 你看任务是啥 就是台湾 要实现和平统一了 现在需要啥 需要这些各个媒体 要发挥 胡锡进的老媒体人的能量 拿下一个个 这些关键人士 在媒体里头 报道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 说白了就算 因为你人在纽约 你和一个人在北京的 谁有话语权 那肯定在纽约的 有话语权 他如果说一个记者 住纽约记者 然后呢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老外 那肯定老外 白人都有话语权 那就搞定他呀 所以你看啊 这个王月梅 一篇文章 还专门 你看两个中国人写的 一个专门加了一个什么 丹尼哈基姆站台 意思说 这里有老外一起 三个人一起 两个中国的 中共的人 新任务就是和平统一了 然后纽约时报该怎么报 到底是煽动民意 煽动美国 还是说安抚美国 就这意思 意思说 哎呀 是台湾人民的 就是把这个台湾 对和平同意 到底接下中共的 这个内部颠覆 到底怎么看 会让你写的 说白了最终 夹到欢迎 中共的解放军 去解放台湾 一定是这样写 这就是他的任务 看没有 同时让美国的政客 你看我们今天早上 已经做节目 就跟大家说了 几个点 记不记得 他只要保登岛 这一步开始的时候 他在美国的政客节 他会做到为独立主义 媒体界 他觉得会运作 因为这个57分钟的录音 说得很清楚 要发挥海外华侨 华包 在海外的各种 全面的影响力 捧巢安排 共同保证 这次台海南海 一系列全面的运作 你看这上面 写得很清楚 要发挥广东侨包的 依托广东侨包 在海外的这种影响力 华人华侨 所以去胡锡金 就是主流媒体 纽约时报 未来华尔街这报 估计都会一个个 台湾被中共内部颠覆了 最后都没事 明白吗 然后美国人会都 在媒体上看到的 都是台湾人 你看都热烈欢迎 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台湾 祖国统一 因为就是一支笔 这些人怎么写 这里面的一个坚硬点 这一个坚硬点 杀伤力是很大的 在纽约时报 我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病毒的事情 暴露很多 另外一个 什么叫秦艾密的 毫无疑问 也是党的人 绝对的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一场认知战 病毒的来源 就是一场政治战 中共对病毒来源启用了 可以说是最深层的力量 他不想被暴露 但其实已经暴露了 所以胡基金 既然暴露 那就彻底吧 明着来 因为体现 你看我们没啥关系吧 因为胡跟这些人吃饭 百分之百是被盯着的 我告诉大家 环球时报是啥 就跟新华社一样 里面每一个人 就是中共的特务 新华社的里面 任何一个记者 在海外 就是特务 我告诉你 所有的中联部 在外面 要么就几个身份 一个是新华社记者 要么是什么环球时报记者 就是百分之百 你们上网去看 我们之前说 那个孔曼 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 跟那个叫啥 那个叫什么 切割瓦拉 还写了本书 后来回去调到中联部 做部长了 中联部是啥 不就什么特务总窝吗 就是中共特科 环球时报是 因为新华社 是属于啥 是属于 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后来中共为了搞了一个 就是统战级别的这种特务 就是环球网 环球时报 我跟你说 你跟中共 就是刷白了 胡锡进就是中共的统战里面 他有没有资格成为中联的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是统战里面的 带着特殊任务 就是情报人员 刷白 就是以环球时报的记者的名义 收集一个个 然后去采访这个 采访完以后 有联系电话了吧 别的人就开始上了 就是这种玩法 这谁都知道的 就打前哨的吗 CG CNTG 这都是美国 直接制裁的 中共 以中共政府相关的 还有这么中心网 这都是 以前是新华社 都知道 全世界 所有都知道新华社就是中共 后来多搞了一些 由于时间越来越 什么环球网 中心网 CGTN 等等一系列 什么侨报网 侨网 一系列的 越搞越多 说白了就是 就像孙悟空一样 幻化成不同的样子出来 36遍 变完了 其实都是中共的特务 明白不 特务 见人 美国能不盯吗 那绝对盯啊 所以胡锡进就放出来 绝对放出来 是不是这逻辑吗 大家想想 我告诉你啊 这私自建 那绝对 回到美国 会有这么简单 你跟 就是你去看看啊 在那个 The Americas片子里头 你去跟克格勃吃饭 如果你不报告 那说白了 那你去干啥的 说白了 胡锡进就是 安排党交给的任务 然后呢 得让他亲自出面 就老 之所以 你看胡锡进 有啥核的核能 做什么环球 总编那些 文采好 水平高 啥都没有 就是会搞人嘛 说白了 对内搞关系 对外做关系 环球时报的 这些所谓的记者 总编 就是搞关系的 就是对外统战关系 在美中关系还没有 到这个崩盘的之前 是明着在美国 由环球时报的名义 去搞关系 环球时报报道 某个议员 慢慢的就渗透 就这种方式 所以啊 大家看 说白了 这也体现了习 现在急了 知道吧 不得不把有些力量 得暴露出来 曝光出来 他之所以发这个 他一定想秘密的 搞这些动作 但我相信 说白了 这个伯凯斯肯定 他直接把这个 跟胡锡进面 已经报告了 所以胡锡进来 都已经报告了 那就我就发个微博吧 没做成功了 他就不会发个微博 没做成功 那我们就把这个 公布出来 把他搞臭 专门把王爷梅 拉到一起 给人一个感觉 回头他就可以 这个伯凯斯 可能就是 哎呀 跟王爷梅有一腿啊 怎么怎么的啊 是不是 就你千万 不要跟中共的人 吃一顿饭 吃了饭 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还专门 旁边王爷梅坐着 就这感觉 谈好了 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顿饭 咱们就没吃 但是咱们私底下 已经达成协议 谈不好 我就把你抱出来 你看 我们一起吃了饭 中共都这种玩法 以前在美国 搞议员也是这样 环球时报 找一个议员 约出来 我们俩采访 采访完 咱们吃顿饭 然后来旁边 一个女记者 或者女主持人做陪 他把你关系搞好了 这顿饭 照片不会公开 没搞好 啪一下亮出来 然后就旁边一堆人 你看这个议员 跟美女某个 如此亲近 就开始 就要把她给 就要把她给废掉 都是这常规的打法 知道吗 那个女主持人 女记者是干啥 他不就是 说本来就是恶心你的 甚至有的时候吃着 你看他们还喝酒了 你看啤酒 你看大杯的啤酒 这个伯凯斯的就没喝 你看他是喝水 你看这张照片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拍的时候是头拍 拍完以后伯凯斯 意思是说 你的美国人 就这种很忌讳的 我告诉大家 很忌讳跟 谁不知道胡锡进 是中共特务 是带着特殊任务的 很忌讳去吃 王月门 能把别人伯凯斯 拉过来一起吃饭 立了功了 我告诉大家 天天有人 比如说你看 托尼说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就可以开始造谣了 就说哎呀 跟路德 盐默胜吃过饭 怎么怎么 就开始可以造谣了 他只要跟你见过 他就可以开始造谣 你如果跟他是一伙的话 国家不就这样吗 你只要和他的利益 不是一起的 你只要跟他见过 你就结束了 他就可以 一万种造谣 对着你来 所以胡锡进 他发这个照片 是有原因的 就这张照片 就是偷偷拍的 那种眼神 就伯凯斯眼神 就可以看得出来 干嘛拍这照片 你看吃的事 也是很简单的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其实你要知道 对于中国来说 那不算啥 很简单 在美国来说 这不简单 我跟你说 特别是记者 你是不能吃别人的饭 当然他可以说 啊我们自己买单的 我相信胡锡进 肯定说抢着买单 其实已经 你看就是简单的 披萨沙拉 很简单很简单 你看胡锡进 这个得意的样子 是不是啊 这里头唯一 就是这个伯凯斯 有点坐不住 那种感觉 心里嘀咕着 就是把别人骗到饭桌上 吃了这顿饭 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就这种感觉 大家看 当然伯凯斯 肯定会说中文 我觉得应该 会不会说 我不知道 应该有可能 我告诉大家啊 你看看 这王月梅也是 得意洋洋的那种样子 这伯凯斯嘞 反正有点尴尬 那种感觉 尴尬的感觉 我跟你说 在跟老外 特别是一些 重要的议员 什么见面 你跟他别人拍照 你得经过别人允许 有的时候 他怕跟别人拍照 因为拍出来 往内一放 知道吧 有很多人说 就开始造谣了 诬蔑了 一般吃饭这种 尽量都不吃饭 哪怕就喝个啥咖啡 要么就卖到了 要么就很简单 就是咖啡厅 喝个咖啡 就星巴克 一定要人多的地方 知道吧 人越多 他们都是这种 知道吧 所以对实弹技术 战术 就这意思 就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这就是 你看 当然了 胡锡进 宁愿把这王月梅 也给报销了 也要完处 这一场戏 就是要废掉别人 说白了 就这意思 用心之歹毒 你看这个王月梅 为啥也是用心很歹毒 你根据他之前 写的这篇东西 你就知道 为了党的利益 不顾几千万人 揭秘妹子 自己说两千万人 也是他们民主党的 几百万人 是有吧 就几百万 不顾这些人的生命 为了党的利益 为给党站台 不去追求真相 就替党在这里 传播 利用纽约时报这个平台 来说这种丧尽天良的话 不是邪恶是啥 就是内心 你要是过得去啊 这种事 这内心都可以过去 你就知道 这个内心 它是多么的邪恶 才可以过得去 一般如果说 他跟党没有关系 他不会接这个东西 让我写 我不敢接 这个东西太复杂 如果写的不好 那是丧尽天良 知道吗 说白了 路德报这个119 如果报错了 如果我每一步审核 就是各方面 不去跟严博士 电话聊三天 我都不敢去说这个东西 因为说错了 这会造孽的 知道吗 这帮人 就替中共去那个 那不就是造孽吗 说难听 这些所有的 大家揭露 对人在做 天在砍 说白了 这一次 王月梅又接到任务 就是配合 习的台湾的内部颠覆 做准备 大家看啊 习只要拿下台湾 所谓的和平统一 内部颠覆 就跟那香港一样 有多少人将会消失 丢到海里去 抓到新疆那个 挖煤矿的那个 右矿煤 安神矿里头 重刑犯 说白了 挖个几个月 必死无疑 我跟你说 多少 几十万都会 香港有多少 抓进去了 那重刑犯 那劳改犯 去就是昏天黑夜 你永无天日 我告诉你 他还在帮习共 在做这个事 在舆论产商 就是这家 所谓的舆论战 接下来 要做这个铺垫 搞定纽约时报 在对华的报道的 一系列的关键人士 在做这个事 你说这人写不写 路德社揭露的 未来都会验证 我告诉大家 从郭文贵开始